- 啥玩意儿啊这是,我怎么跟吃的一嘴酱糊似的 Hello大家好,这里是张思零,今天呢,我这不是要做减肥手术吗 然后做之前这十几天呢,为了术前做准备,这几天不能摄入过多的糖分啊,油炸啊,不能摄入高碳水啊,高蛋白啊 然后我就,那你们看看,我这十几天吃饭都是咋过的啊,然后香肉吃不了了,我就看看我现在都买点啥吃 主食呢,现在是吃不了了,现在凡是这种碳水的都不能吃了,看没 那只能吃这种沙拉,看吃啥 这个沙拉看样子不错 这低糖,它里头吧,应该是那个料应该是甜的 他说想办法拿也不甜的 这我估计也是甜的吧 真贵 六块九九一个,就它了啊,行,我现在就拿这个沙拉去结账,然后回家吃 现在到家了啊,再逃弄点其他吃的,要不然实在是不够啊,一份菜叶子 这是我买的,这是我买的低脂低糖的酸奶 哇哦,这个要把它打开,然后弄了一小碗 这就差不多够了 这就差不多够了 低脂啊,以便让你的肝脏相应的变小 没有那么重的负担,然后手术的时候这样可以更容易通过 这个来一杯吧 低脂牛奶 我去 眼前的这些呢,就是我的术前减脂套 然后这个东西呢,你看看 啊,这是无糖的酸奶啊,就是刚才尝了一口真是不大地 这完全的没有脂肪的牛奶,这喝一口简直跟喝白开水似的 这我感觉就是奶白色的白开水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 啊,看没,这是这个沙拉 哈哈,这是普通的沙拉,里面有两块鸡胸肉 然后这个呢,是鸡肉沙拉,啊,这个是专门芹菜跟鸡肉调的沙拉,啊,因为鸡肉是可以吃的嘛,是,啊,低热量低脂的嘛,然后也没有什么糖,啊,现在呢,啊,这个可能,可能,可能,我问这个碗是干嘛的,这个碗,啊,我纯粹是由于这两个沙拉我要拌到一块,啊,所以说拿一大碗出来,啊,现在呢,我就准备开吃了,啊,先不说别的,先把这碗给拌了,先把这沙拉给拌了 你看,这料拿出来就剩半碗了,就这么点东西,啊,我去,可能都有啥,黑豆,嗯,这种菜 两块火鸡的鸡胸肉,6块99,哈哈,所以说美国,真的是肉便宜,蔬菜贵,你看,啊,我这这这,我忘了 把这酱包点淋上,它不一点味儿都没有,这是,这这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酱,这可能是那种 然后呢,搅拌均匀啊,这菜叶子 沙拉嘛,就是这样,其实咱们国内好多做的沙拉啊,跟它这个,美国的还不一样,咱国内好多做的沙拉,你要叫我看吧 其实,呃,还不是太健康,因为它那里都放了各种各样的料,有糖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里面 而做的其实都是咱们中国化的那种口味,其实还是挺高热量的,我感觉啊,给大家拍个特写 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食欲 这就是所有的了,这是,啊,低糖的那个酸奶,几乎没有味道 这是我的沙拉配鸡肉沙拉 这是我的脱脂的牛奶,就这啊,开吃了啊 尝尝什么味道,这咱们咱们现在就开吃了啊 这个,难以下咽,但是说是不限制热量啊 说,然后,你不能吃这个多糖的,然后你要吃这个低碳水的,但是每样东西,其实都是低热量的东西 说是不限制热量,其实也得限制啊 然后呢,因为为了提高这个手术成功率嘛,是吧 啊,啊,你还得戒烟,还得弄这些东西 你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当成现在正在闹大饥荒 然后毕竟是这个,有肉吃嘛,有肉吃就行了 吃点菜叶子,其实有,那时候闹饥荒有菜叶子算不错了啊 现在啊,我就把这些吃了,不许吃这么一大碗呢,晚上也得饿 嗯,嗯,吃辣味道还可以 有这种鸡肉啊,有玉米啊,豆啊 嗯,纯生的东西 吃个鸡腥哦 你看一点香味都没有 哇,吃东西也就是不死 但是很没有乐趣 还有一点肉味吧,豆鸡腥肉的味 哎呀,我的妈呀 嗯,传说低糖的酸奶 啥玩意啊,这这 我怎么跟吃的一嘴酱糊似的 一点甜味也没有啊 哇 说实在的,难以下咽,难以下咽,太难吃了 真的,我寄不得吃的东西,给这个东西还不如不给我 哎,我一想到往后十几天要吃这个,我就心灰意等了,你知道吗 啊,吃不下了 嗯,这牛奶是啥呀 完全就是牛奶味的水呀 灵质的牛奶,就就就就就这味道 吃吧,不然得饿死 嗯,这蒜下来的沙拉居然是最好吃的 妈呀 嗯 嗯,这里头还有点葡萄干,嗯 嗯 嗯,你看我看 我俩肉就是饭 他说的是我可以吃烤肉,但不能吃油炸的东西 就直接用火烤的 我鸡肉啊 还不然鸭肉行吗 他鸭肉行的话,以后一会我就买点卦炉烤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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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我就试过这个,你知道吗,就一大碗这个 哇 书菜吃进去,当时挺饱,两个直接太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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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佩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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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 简直要挂了我 我再不吃低糖,再不吃低糖的酸奶了 这玩意估计挺占肚子 而沙拉比较好,你看快吃完了 拌这肉就是能吃 拌这肉完全吃不下 摔了一粒的豆,玉米,蒸菜还有鸡胸肉 吃不下了,鹅不是猫 我估计猫吃这玩意挺香 猫的话 猫都不吃我估计 看到没兄弟们,做减肥乳酥就是这么痛苦 但你要减肥比这个还痛苦十倍 做减肥手术的话,你只是数前这些天这么吃 数后由于你的这个胃已经减少了 或者是你的肠道已经改变了 所以说你也不想吃那么多的东西 但是你要是运动减肥 那基本上以后几年,下半辈子就跟天吃着玩 你就是在跟你自己的天性做多争 我自问没有那么强的抵抗力 也没有那么强的天性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要拿糖衣炮弹腐蚀我 我这百分之百会被腐蚀的 是吧 你不用说什么给一千万 一百万我就判断 一百万我就判断 我没有那么高尚 十万我都可以考虑,真的 是不是你拿碗羊肉汤一就后我就判断了 不好说 嗯 不吃了不吃了,受不了了 就是这么艰苦啊 数前减脂餐 我的妈 得了 也没关系吃完 酸奶和牛奶各种咬拌 沙拉生了个底 这期就跟大家做到这 以后呢 有什么减肥啊 这个过程 包括怎么去墨西哥啊 怎么在墨西哥那边住啊 怎么这难啊 跟大家慢慢汇报 这期做到这 拜拜 拜拜